我们的主持人和专家 搀扶着张女士下场 并且一再叮嘱她要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 观察室里的儿媳也准备上场 没想到儿媳一上场 却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怎么来了位女士 我是儿媳妇 儿媳妇啊 今天为什么您的先生没有来到现场 他现在还在工作呢 还没下班呢 所以您是帮他代言 可以全全地帮他代言吗 家里的事您都是一清二楚的 对 所以我们就不明白了 刚才听这个您的相当于婆婆讲 继婆婆讲 一家人相处的也很好 那为什么后来闹成这样了呢 从一开始他跟我爸 他就是一直在骗我爸 太可笑了 骗 对 为什么用了这个字 因为之前他 我爸对他是一点都不了解 是说去公园 那个带着别人给介绍的 我爸之前对他是 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他的为人 您听说我是可能吗 他好多事情都瞒着我爸 比如说他那个 他年龄也瞒着我爸 当时我爸不知道他 比我爸小那么多 他瞒着我爸 还 他有什么 有病 然后也当时没给我爸说 您觉得他这么多事 瞒着您爸 这个是为什么呀 原因是什么呀 当时他就想 巴掌我爸的房子 当时他其实就有这个想法 因为当时我爸说了 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爸就说了 因为我爸这是第三次婚姻 我爸说咱俩就是 大帮过日子有个伴 因为老来伴老来伴 就有个伴 我不可能领结婚证了 当时他也同意了 刚才我们也听说是 在一块住了三四年 都没有领证 没有住这么多年 以前是在 我房子改造之前 他要求我爸 去他家住的 但是是有条件的 我爸的工资 全拿出来要养 你说他每一家 我爸在那给他做饭还得 我们每月出五百块钱 是有条件的 而且他当时 他哥生病住院 我爸还拿出 好几千块钱给了他 太可笑 相当于刚才女士描述的 在这个房屋改建的时候 他主动要求一家人 包括您的女儿 是吧 也就是孙女儿 一块住到各个家 您现在说 他其实是有条件的 就是要交租金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爸每月的钱 全花在他们家了 住了一年多 我爸搬回来的时候 手里也没有钱 全花在 我爸的工资 一月三千九块钱呢